第2231章最后一颗 叶福天这次没有掩饰身上的大道力量 感知力也释放到极致 朝着那电影而去 渐渐的 模糊的电影渐渐清晰了些 却有着一层层气流环绕在中围 使得叶福天心头微微跳动了下 竟然是叶福天内心微惊 这一次他感知到的 是一股强盛至极的妖气 紫薇大帝坐下八位大帝级人物 还有一位妖帝存在 他继续感知 果然那电影变得清晰 虽是人形 但却极为妖异 一看遍非人类修行之人 妖气赤圣 而且他隐隐察觉到了 一股赤圣的妖气风暴 一颗模糊的星辰若隐若现 果然间 一股恐怖至极的妖威席卷而来 他仿佛看到了无数妖魔 一时监禁是一时崩灭 被直接摧毁来 好霸道 叶福天瞳孔微微收缩 睁开眼睛望向上空之地 目光极为风锐 他没有继续 而是回过头望向一处方向 在那里 是和他一起从天狱书院而来的诸人 三师兄 龙臣 郡 子凤 你们来我这边 叶福天开口说道 顿时他们东路出一抹一色 但依旧身形闪烁朝前 来到了叶福天身旁 这颗地心是妖心 我将我感知到的一切传给你们 你们事实感知 看谁能够先沟通地心 若能沟通便直接接受地心力量洗礼 叶福天对他们开口说道 他也不知道谁最适合 只能让他们一起尝试 看谁能够感知到 虽说他感知之后 其他人还有机会 但还有一颗地心没有找出来 他准备先去将那颗地心找出 如若回过头还有时间的话 再去继承这些地心上的力量 受一次洗礼 脚师弟你自己 顾东流开口说道 灾师兄 还有一颗地心没有出现 叶福天回应道 顾东流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点了点头道 行 我们试试 你去找最后一颗地心 恩 叶福天点头 随后神念将感知到的一切传递给己人 谁能够感知到地心 就看他们运气了 当然若后面有时间 他们还是有机会 只是 他们还不知道紫薇地公会给他们多少时间 说来 进入这里面也有些时日了 紫薇地公道也大方 竟然任由着他们在这里感悟地心力量 不过这似乎也没什么 地心的力量是永恒的 他们并不会将之带走 即便经受过洗礼 依旧对紫薇地公没有什么影响 叶福天交代之后 便离开这片区域 顾东流几人坐在那感悟 星空中的修行之人看到这一幕有些羡慕 也就只有叶福天身边的人有此待遇了 他们显然都清楚 叶福天已经感知到了地心的存在 但却没有自己领悟 和之前一样 将机会让给了他们 这颗地心既然已经被发现 那么 似乎就只剩下最后一颗地心 没有被挖掘出来了 看来 叶福天是打算去寻找最后一颗地心在何处了 果然 只见叶福天的身影出现在另一处方向 继续感悟苍穹诸天星辰 若九颗地心问是 不知道能否解开此微大地之秘 苍穹之上 无垠星空 漫天星辰意义生辉 叶福天的感知徜徉在这片星空世界 有了之前的经验 他自信若是存在地影小心域 他应该能否发现 一时化作他的身影 似在无垠星空中飘荡 划过一片片星辰区域 仔细地寻找着 这一刻的叶福天完全沉浸于其中 外界的一切都仿佛和他无关 许多道目光都在注视着叶福天的身影 似乎 这些来自各方的妖念人物 也都有些期待 纵然不是他们 但只要叶福天能够找到那最后一颗地心 便也算是一次突破 天狱书院以及四方村的修行之人更是期待 不知叶福天能否找到最后一颗地心来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着 不仅是叶福天在寻找 其他许多修行之人也都在寻找 但却始终没有人找到 叶福天所在的那片星空 时光像是静止了般 他自身也坐在那一动不动 就这样过了许久 叶福天一时收回 眼眸睁开 吐出一口浊气 感觉有些疲惫 修行到他这种境界自然不会累 但却会有精神上的疲惫 要从这无垠星空中寻找出地心的存在 对精神消耗极大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方向 三师兄顾东流他们也在感悟 不过还没有沟通地心 希望三师兄他们中有人能够做到吧 休息片刻之后 叶福天继续感知 诸天星辰无穷无尽 他自然不会没有找到变弃内 一切依旧 他继续进入到忘我的状态之中 不知不觉终便过去了一日时间 这一天 顾东流他们所在的方向 只见有绚丽至极的星光 自苍穹洒落而下 落在顾东流身躯之上 这一刻 一股可怕的妖气自他身上弥漫而出 使得顾东流的俊美的容颜上透着一股妖异之感 龙臣何俊等人看到这一幕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想到他们身为妖兽 竟然没有沟通妖帝底心 反而是顾东流做到了 不过 顾东流当年在妖界得到过大机缘 有妖帝传承在 如今感知到妖帝的底心似乎也就不奇怪了 金空中的修行之人看到这一幕有些感慨 叶福天又成全了他的一位好友 如今 是真的只差最后一颗地心了 太华仙子也看了那边一眼 心中有些复杂 如若叶福天帮助他的话 他应该也有很大的机会 能够感知到那颗蕴藏音律之道的地心吧 不过如今他也不可能去请求叶福天 错过了便是错过了 他不会去 叶福天也不一定会答应 只差最后一颗了 有人看着星空南南低语道 没错 只差一颗了 而且 他已经感悟了一天时间 不知道是否快要找到了 旁边的修行之人看向星空中安静的坐在那的叶福天 完全进入状态的他 应该能够找到最后一颗地心吧 毕竟 他已经找到了三颗地心了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所有人都在等 也有人在亲自寻找 但最后一颗地心却迟迟没有问世 哪怕是叶福天也没有找到 三天后 叶福天再一次收回自己的意识 内心中生出一缕波澜 他的眼神不像之前那般淡然自信了 这已经是第几次失败了 之前的地心 他都没有用这么久 这次 却迟迟没有找到 怎么会 叶福天皱了皱眉 他的意识走过诸天星辰 却还是没有找到 为何会这样 这颗地心隐藏的更深吗 不仅仅是他 其他人也没有找到 似乎 这最后一颗地心 最难寻找 第2232章 一丝希望 真的存在八颗地心吗 叶福天心中暗道 甚至有些怀疑 他这数日时间 一时扫过漫天星辰 依旧没有能够找到 之前沟通了地心的几位妖念人物 也同样没有找到 这不由得让叶福天产生了怀疑 他身形转过 望向其他方向 只见星空中有不少人看向他这边 似乎也在期待着他将最后一颗地心找出来 我感知这片星空 始终没有找到最后一颗地心 当年紫薇大帝坐下 确定是有八位大帝 叶福天朗声开口说道 对着诸人询问 传说中 紫薇大帝坐下八药帝君 八位大帝籍人物 应该不会有错 而且 这已经沟通了地心 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之前那一方向 应该是天魁大帝 有人指向一处方向道 似乎颇为肯定 使得叶福天目光闪烁着 微微点头 如若真如此的话 最后一颗地心 怕是隐藏很深 并不好找 叶福天开口道 各位可以一起努力试试 恩 诸人纷纷点头 随后叶福天继续盘膝闭目 身上神光缭绕 一时朝着星空中飘去 开始继续寻找地心的存在 缥缈星空 浩瀚无垠 叶福天这次比之前更认真 规矩全部的精神力 这颗地心太过关键了 八药地心出现 便算是完整了 就有可能引动紫薇大帝留下的奥秘 因此 这次叶福天非常慎重 晶空无垠 显得无比寂静 在这片寂静的星空 仿佛时光都不会流逝 叶福天这次花了更长的时间 感知整片星空 从每一片星辰区域掠过 然而 依旧一无所获 不仅仅是他 其余修行之人也都一样 没有人能够找到最后一颗地心 叶福天坐在星空之下 漆黑的眼眸看着那片星空世界 不仅有些怀疑 紫薇大帝坐下虽有八药帝君 但是否有可能其中一位没有留下传承力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剩下的七大帝星 能否解开星空奥秘 他不由得望向那七颗地心的位置 强大的感知力释放而出 他闭上眼睛 仿佛整片星空都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那七颗地心肆意生辉 位置浮现在脑海之中 甚至 命宫之中 演变出一方世界 无垠星空 对应星空中地心的位置 他想要看看能否从中找到一些规矩 取久之后 依旧一无所获 叶福天一时收回 再一次睁开眼睛 星空依旧浩瀚神秘 像是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题般 充满了未知的色彩 在各处方向尝试的修行之人 也都和叶福天一样 陷入了这样的境地 这片星空世界中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阵无力感 有些束手无措 一切的探索 都在此刻陷入了停止状态之中 叶福天应该是最有希望探索成功的人 然而即便是他 也一样无能为力 如此看来 想要破解星空之密 怕是依旧难了 叶福天明望星空 望向紫微大地的虚影 诸多地影都包容在这尊和星空相容的 紫微大地身影之中 这其中是否有关联之处 然而看了许久 叶福天依旧什么也没有看明白 还是找不到吗 有人对着叶福天开口询问道 叶福天没有回头 只是安静的在那摇了摇头 目光依旧望向上空之地 低声道找不到 就像是本就不存在 我已经试过了几次 都没有用 诸人听到他的话一阵沉默无言 叶福天都说找不到 怕是真难以寻找到了 其他人更难做到 莫非外界诸多风云人物 都无法解开这片星空奥秘 这么说来 他们能够得到的传承 最好的情况便是沟通那几颗地心 感知其中力量 至于紫微大地的奥秘 只能继续埋葬在这无垠星空中 等待后人的挖掘 如若同时沟通那些已经发现的地心 让地心神光自苍穹落下 是否能有希望解开此奥秘 有人提议说道 这使得不少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是否值得一试 可以试试 只听一位沟通了地心的修行之人 开口说道 既然找不到 事实也无妨 另一处方向 又一位沟通地心的存在也同样道 似乎都赞同这想法 叶福天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既然没有办法 只能尝试一下了 顿时 叶福天 铁虾子 以及顾东流等人 分别来到他们沟通地心的位置上 其余几位修行之人也都就位 这一次 他们开始同时感知苍穹地心 没有过多久 神光自苍穹洒落而下 连续有七道神光垂落 一时间 星空都被点亮来 无比的璀璨夺目 就像是七根神圣的光柱从星空降下 撑起了这片星空世界 叶福天沐浴在其中一颗地心神光之下 同时观测其他方位 七道神光互不干涉 仿佛相互间没有任何关联般 星空也没有任何反应 仿佛 一切如常 其他修行之人在观察星空变化 只见星光流转 但依旧没有任何规律 一段时间之后 叶福天停止了继续沟通地心 从那种状态中退了出来 看着那片星空世界 他感觉到一阵无力感 依旧一无所获 无数年来 紫微地宫应该也尝试过很多次吧 如今 可以确定的是 紫微地宫必然也沟通过这里的地心 至于沟通了几颗地心 他不知道 但想必也一直在探索紫微大地留下的传承之密 但至今 可能都没有人破解 尝试了诸多办法 依旧没有用 叶福天瞳孔变得格外的妖异 望向诸天星辰 只见星光流动着 流动着的星光仿佛化作了一片星空图 星光游走 那七颗地心所在的位置 仿佛是七大中心 牺牲无尽星光 嗯 叶福天露出一抹一色 退出来看和在里面看 似乎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无边浩瀚的星空图 仿佛有着某种特殊的规律般 但却感觉捉不住 然而 这一刻 叶福天却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第2233章找到了 只见这时 一道身影飘来叶福天身前 这身影乃是一位女子 生得极为惊艳 绝带风华 她身穿紫衣长裙 裙摆飘动 犹如尘世中的仙子 那双眉眸也带着一缕紫光 凝望向叶福天 你在观察星空 紫衣女子轻声问道 恩 叶福天点头 罗素 我修行情曲 和你一样 乃是神曲继承人 来自神州紫霄云外天 这女子介绍道 或许 我和叶皇可以成为朋友 叶福天看向这女子 紫霄云外天 自然是神州的顶尖势力 不过她并不了解 这此一女皇美眸清澈 干净无暇 竟让人生出一种信任之感 而且 她自告奋勇 倒是也让叶福天有些意外 叶福天自然明白她想要什么 擅长勤取 还能为何而来 之前许多人都曾有过这念头 但叶福天却以诸杀明华为条件 挡住了诸人 毕竟没有谁会愿意去为了一个机会 真杀死东华玉玉主府的少府主 更何况 能不能杀得了海令说 被一位玉主府府主惦记着 绝对是灾难 但罗素 她为何会认为自己会答应 而且她来的确恰是时候 我之前也感知了这颗地心 但只感觉还差点什么 若叶黄愿意帮忙 我想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到 如此一来 七星汇聚 叶黄可置身其外观察 或能找到其中奥秘 寻得第八颗地心的位置 罗素继续说道 当然 若叶黄有其他条件可以提 只好我能够做到 叶福天看向眼前的绝代女皇 罗素落落大方的态度让人感觉很舒服 之前 她想要将传承让给太华仙子 实则便是想要亲近太华山 和太华山结下友谊 然而 太华仙子却具人鱼亲礼之外 她便放弃 如今罗素主动前来提及 而且她也是神曲继承者 倒也无不可 毕竟 这对于她而言 实际上并没有损害 若是能够得到一顶尖势力的友谊 她其实是愿意的 仙子知道我擅长神曲 叶福天问道 大道遗音 以神曲的律动 怎么会听不出来 罗素微笑着开口道 叶福天点头 行 既然如此 叶某也愿意和仙子结交 说吧 一缕神光自眉心之处闪耀 朝着罗素眉心而去 直接钻入其中 罗素没有阻拦 任由那道光进入脑海之中 隐隐有恍然之意 对着叶福天微笑着点头道 多谢叶黄 我先过去一试 好 叶福天点头 只见罗素朝上空飘去 紫衣长裙飘动 感知力飘荡而出 朝着星空而去 没有过多久 星空之上 有星光垂落而下 她身体周围有着强大的音律律动 各苍穹地心产生共鸣 好快 叶福天露出一抹惊讶的神色 看来 罗素并未说谎 她之前实际上已经是插着林门一角 请求她帮忙 于是 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便沟通地心 七星汇聚 叶福天站在下空观测 这一次 星空图仿佛又变得更完善了 这是神阵吗 叶福天凝望苍穹星空图 流动着的星光 七尊地影 大概 也只有叶福天能够看到七尊地影吧 其余修行之人 只能看到地心上射落而下的神灰 还有那些沐浴在神光之下的修行之人 才能够感知到地影的存在 叶福天的感知完全进入到星空世界中 仿佛也融入进去 她的意识随着星光而流动 渐渐的 她隐隐发现 流动着的星光 绚丽的地影 仿佛都面向一处方位 叶福天的瞳孔之中 仿佛出现了一幅星空图案 甚至在她脑海中浮现 面向的是紫微大地 叶福天心脏跳动着 她感觉隐隐找到了一些规矩 七尊地影都是面向紫微大地正面方位 那么第八尊地影的位置应该也一样 而且这七尊地影在不同位置 却都处于一片区域的中心 但总感觉还少了点什么 究竟是什么 叶福天脑海飞速运转着 七尊地影面向紫微大地 第八尊在何处 她开始在星空中寻找 不知道何处出现那尊地影 会契合这幅星空图 并同时和另外七尊地影的位置相契合 时间一点点过去 那七位修行之人依旧坚持着 让地心的位置更清晰明了 同时也让叶福天能够更轻松地感知到地影的存在 不知为何 寻找着第八颗地心 这片星空中中的修行之人 最信任的人竟然是叶福天 这无关身份实力 仅仅是因为叶福天在之前做得最好 既然她能够做到最好 那么自然是希望最大的 叶福天似乎在用最笨的方法定位 然而即便如此 她还是迟迟没有找到 这不由得让其他人都怀疑 莫非真没有第八颗地心的存在吗 取久之后 叶福天也变得有些焦躁 收回意识 眼眸渐渐恢复如常 心中太了口气 星空太过浩瀚神秘 她无法破解其中之秘 这星空图超出了她的能力之外 破解不了 叶福天目光望向这片星空中的修行之人 开口道 这里的所有人实则都个怀鬼胎 但却都有着同一个目的 解开紫微大地的秘密 真没有办法吗 有人低声叹息道 紫微大地乃是无数年前的大地 留下这星空修道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只是那七颗地心的传承吗 还有紫微大地手中那卷天书 又是什么 叶福天听到对方的话目光缓缓转过 望向紫微大地手中拖着的那卷天书所在的位置 她愣了愣 随后又看向其他方位 这一刻 叶福天的心脏不由得猛烈地跳动着 天书 叶福天内心颤了颤 目光死死地盯着紫微大地手中拖着的那卷天书 之前有人想要探索天书的奥秘 却没有人做到过 有人想要去取 更没有希望 为何大地留下的传承 一定要是星辰 叶福天心中暗道 似乎 他们都陷入了一个误区 紫微大地座下有八位大地不假 但为何大地就一定化地心传承 或许 她找到了 第2234章破解 叶福天身形朝着大地手中那卷天书所在的方位飘去 天书仿佛也是星光所化 虚无缥缈 无法触及 叶福天意识朝着天书飘去 身上大道神光环绕 和之前沟通地心一样 尝试着看这种方法能否和天书沟通 然而 那卷天书依旧洒落无尽神灰 安静地被紫微大地的身影拖在掌心 没有丝毫变化 清空中的修行之人都看到了叶福天的动作 他们露出一抹奇异之色 目光朝天书望去 所有人都知道叶福天是在解星空之奥秘 想要找到第八颗地心 但为何他却朝那天书而去 是有所发现了吗 叶黄 有人在星空中直接隔空开口问道 这天书 有何奥秘吗 叶福天依旧看着那卷天书 背对着诸人 开口道 紫微大地坐下八尊大地 找到了七颗地心 第八颗地心仿佛不存在于星空中 我猜测 八尊大地 不一定全部要化地心传承力量 为何不能化天书 他没有隐瞒诸人 星空中修行之人都在 他所做的一切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自然无法隐瞒什么 而且他也不想隐瞒 若能够找到紫微大地的传承之密 那么各凭本事 对于所有修行之人而言 都是公平的 叶黄的意思是 这天书 可能是第八位大地所留下的传承力量 另一人开口道 这是猜测 还没有证实 叶福天回应道 诸位可以一起试试 能否解开天书奥秘 好 听闻叶福天之言 诸修行之人纷纷身形闪烁 朝着那天书所在的方位而去 释放出自己的意识 各自探索天书之密 看看能否和天书产生某种共鸣 那七位正在沟通地心的修行之人 也望向这边 似乎有些想法 叶福天朝着他们看了一眼 身形飘向高空之地 对着他们开口道 诸位能否继续 让叶某在观测下 我感觉还差点什么 这七颗地心比较关键 七位强者听到叶福天的话没有多言 继续沟通地心 引神光降下 叶福天则是继续观测星空 观察那星空图 还有七颗地心的位置 以及那电影所面向的方位 只见他眼眸妖一璀璨 脑海中星空流转 仿佛出现了一幅画面 这星空画面自行演化 从中叶福天寺发现了一丝规律 使得他内心微微跳动着 他刚才已经尝试过 不仅仅是他 诸修行之人都尝试了 没有办法解开天书的奥秘 这天书寺虚无缥缈的存在 不可窥探 似乎 还欠缺什么 诸位 叶福天身形飘动 朝着那七人望去 开口道 能否先行停下 换一个位置沟通地心 故东流 铁瞎子以及罗素最先听从 他的话语 停止了沟通地心 随后 另外四位强者也纷纷停下 朝着叶福天这边往来 其中一位黑桃人黄开口问道 为何要换 天书所处的位置 可以是七星交汇之地 因此有一想法 希望诸位能够尝试下 至于是否能成 我也没有把握 叶福天开口道 听到他的话 另外四人也没有多言 愿意配合他 其中一人开口道 如何换位 叶福天朝着天书的下空位置望去 随后身上有七道光辉洒落而下 落在七个位置 随后 他对着七人分配位置 七人都很配合地走向 叶福天所分配的七大方位站着 纵然那四人都超凡之人 但在这时候 他们都愿意信叶福天一次 失败了也没什么损失 但一旦成功 就有可能解开星空之密 因此 他们都是希望叶福天能够成功的 可以开始了 叶福天看向他们开口说道 七人顿时闭上眼睛 开始沟通地心 他们都已经驾轻就熟 很快 苍穹之上 陆续有大道神光从天而降 七颗地心之上的神光自天穷落下 连接着他们的身体 这一次他们并非站在正下方 而是斜向 神光似在交叉换位 然而 在许多人震撼的目光注视下 七道神光 竟在同一个地点交汇了 七星汇聚 远处星空中的修行之人心脏跳动着 这一幕 堪称是奇景了 这一刻他们有种感觉 或许 叶福天真有可能是对的 因为七星汇聚的位置 竟恰好便是紫薇大帝的首长 天书所在的位置 七道神光落在天书之上 顿时那卷天书出现绚丽奇景 变得更加璀璨夺目 那一道道神光甚至直接穿天书而过 同时落在七道身影之上 于是 星空之下 出现了无比绚丽的一幕 就在这时 只见那卷天书开始翻页 竟有无穷字符从中飘荡而出 瞬间蔓延至无影星空 无数道神光射向天穷 照亮星空世界 天书开了 诸人心脏跳动着 叶福天是对的 他找到了第八位大帝的传承力量 这卷位于最显眼位置的天书 恰恰也是最难破解的传承 叶福天 堪称是天纵奇才了 天书被他破解 不知道这片星空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看那里 有人发出惊呼之声 只见七星神光穿过天书之时 竟带着无穷字符朝着那七道身影飘去 直接涉落在他们身躯之上 这一刻只见那七人身上的神光更加璀璨夺目 莫非天书中隐藏着的 才是七颗地心的真正传承能力 诸强者心脏无不跳动着 若是如此 恐怕这样的机会就只有一次了 打开天书的这一次 叶福天 有人不禁将目光投向了叶福天 他将这只有一次的机会 让给了神舟子消遇云外天的修行之人 罗素 大地的传承让了出去 令人唏嘘 感觉到一阵可惜 而看到这一幕的太华仙子内心又有波澜 地级的传承被罗素继承了吗 这本有机会是属于他的 被他轻易放弃了 溜走了一次大机缘 不过 叶福天自己对此似乎毫无感觉般 仿佛对于这传承他一点不在乎 只见他目光继续凝望那天书 七星神光落下 汇聚于天书之上 天书翻开 出现变化 神光朝苍穹射去 刹那间 点亮了整片星空 诸天星辰 大地的身影 在这一刻仿佛变清晰了 渐渐凝食 一股亘古的气息从苍穹之上传来 犹如真正的天威 紫威大地 诸人站在星空之下 都能够感受到那股无上天威 仿佛大地意志在苏醒 紫威大地的奥秘 破解了吗 许多人心中暗道 之前许多人都猜测 找到八颗地心 便有机会解开星空的奥秘 如今 虽然不是八颗地心 但紫威大地 坐下八尊大地的秘密 都已经破解了 那么 紫威大地之奥秘 是否会被解开来 就在这时候 紫威地宫 宫殿之内 星光流转 整座大殿 都四在发生着变幻 紫威地宫的宫主 目光睁开 坐在这宫殿中的 修行之人进阶内心颤动了下 一道声音传来 八位大地传承 都被破解了 星空点亮 紫威大地身影正在变清晰 翁 金光流转 宫殿中的修行之人 直接消失不见 虚无空间中 传出地宫公主的声音 如何破解的 七星汇聚 照射在天书之上 天书发生变化 有人回应 那天书 是第八位大地留下的传承 谁做到的 又有声音陆续传出 不过却变得虚无缥缈 外界 从元界来到这个世界的修行之人 此刻也都神色变幻 他们抬头看天 只见苍穹寺在变幻 整个世界 似乎都在变 怎么回事 有人低声说道 忽然间 化作了星空世界 他们看到了无穷无尽的星辰 仿佛置身于星域之中 而不是在一颗星辰之上 紫威地宫也亮了 发生了什么 那一个个顶尖人物凝视前方 都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紫威地宫的许多修行之人 都似乎离开了这边 正敢往何处去 远处地宫中有强者闪烁而来 外界的修行之人盯着前方 有人喃喃低语 是大地的传承被破解了吗 纵然是大能级人物 这一刻不少人也颇为心动 情绪出现了波澜 如若是紫威大地的传承现实 会发生什么 地宫中的修行之人 似乎都赶过去了 我们要不要过去 有人开口说道 走 诸强者迈步而出 朝着紫威地宫的方向走去 这时顾不了那么多了 第2235章霸道地宫 清空世界 月福天看着这星空变化 果然如同他所预料的一样 紫威大地手中拖着的那卷天书是关键所在 仿佛是解开星空奥秘的钥匙 如今这钥匙被打开了 感知到苍穹之上弥漫而下的神威 月福天有种感觉 仿佛紫威大地的意志复苏了 清空下方 一道道极为强横的气息弥漫而来 月福天低头朝着下方看了一眼 便见到星光闪耀 紫威地宫公主亲自率领着 朱强者朝着这边而来 没有过片刻 他们便也出现在了这片星空之下 抬头凝望着那尊神影 看到这一幕外界而来的朱强者内心无不颤动 他们也仿佛明白了什么般 原来紫威地宫的修行之人 也是在利用他们 无数年来紫威地宫可能都没有找到 这钥匙破解星空奥秘 正好如今紫威大地的封禁被解开 紫威心愈和外界接触 外界修行之人来此 想要寻找紫威大地留下的传承 因此他们顺其自然 让朱修行之人进入这片星空世界 紫威大地的修道场 至于为何限制修为不让那些顶尖人物前来 大概是因为若是那些强者到来了 紫威地宫也控制不了解开星空奥秘之后的局面吧 而这里的修行之人 没有巨头级人物 便非常好控制了 没有人能够撼动得了他们 只见紫威地宫的强者到来之后 站在那看着星空变化 地宫公主神情肃穆 对着苍穹紫威大地的身影微微行礼 不仅仅是他 从紫威地宫而来的修行之人皆都如此 这是他们所信奉的神 紫威心律的主人 紫威地宫公主目光环是星空中的朱修行之人 看到八大强者继承大地神灰 他朗生开口道 在这紫威大地的星空修道场 看来各位都有所得 甚至继承了大地的力量 也算是圆满了吧 之后 这里的一切便交给我们处理吧 诸位都请回 星空奥秘寺已经解开 他们不希望这些外来之人继续留在这里 开始逐客 让诸人走 外界的人也没有敢来这边 显然 他们没有办法轻易来到这里 紫威地宫岂会允许他们轻易打开通道来这片星空 听到紫威地宫公主的话 许多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果然 紫威地宫不是什么善类 借他们之手解开了星空奥秘 立刻变脸 竟然下令逐客 驱逐他们离开 将这片星空世界让给他们 这过河拆迁的手段 倒是熟练得很 然而 他们都没有动 尤其是还在继承神力的八大强者 让他们就这么轻易放弃离开 简然非常不甘心 其他修行之人也一样 好不容易看到星空变化 有可能紫威大地传承将会降临 谁没有抱有期待 现在让他们离开 如何能够心甘情愿 所有人都不想走 叶福天自然也一样 他当然也看明白了这一切 可以说 这奥秘几乎是由他所解开的 如今驱逐他离开吗 只见紫威地宫的强者朝前走去 紫威地宫公主手持权杖 一缕缕强横至极的大道气息自权杖之上弥漫而出 不仅仅如此身后珠强者也同样释放出大道威压 一时间 这片星空之下 所有修行之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强大的压迫感 有人想要动 但在那股大道压迫之下 他们呼吸都似在变得急促 这是 要直接驱逐诸修行之人吗 紫威地宫的做法 真够狠的 诸位 公主已经让你们在此修行感悟多日时间了 如今 许多人都在这里得到了大道机缘 甚至 继承了大地的力量 该是时候离开了 不要太不知俗 一位紫威地宫的强者朗生开口说道 紫威地宫让我等来此 如今 星空奥秘解开 便想要直接掠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 未免有些过分了 只见一位沐浴神光继承大地力量的强者开口说道 他身上神光可怕 气息惊人 似没有受到对方的压迫影响 诸人看向那边 这才想起他们是能够借助地心之力的 再加上其中有几人本身就已经是巴境存在 是否有能力和这些紫威地宫的强者抗衡 紫威地宫来人望向说话的强者 他们自然也知道继承地心之力可借可怕大道力量战斗 所以 感直接和他们相抗衡 这些人 本身就是外界的超凡妖孽存在 站在顶尖的人物 自然也无所畏惧 你们所创造的一切 紫威地宫公主看了说话之人一眼 她神色平静 那双深邃的眼瞳之中带着几分漠然之意 这里 是紫威心欲 你们 从紫威地宫的通道而来 我赐予你们机缘 如今 这里沦为你们所有 清空中 一片压抑 双方各执一词 当然 其实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下去吧 本座不想以大欺小 紫威地宫公主手中全杖出力于空中 星光流转 弥漫着可怕至极的大道神威 纵然是受地心洗礼的诸强者 也一样感受到了超强的压力 欺人 没有人理会紫威地宫公主 他们神色凝重 身上大道气息流转 借地心之力 一缕缕可怕的光束弥漫而出 他们还未完成传承 纵然是紫威地宫公主 这时候想要阻止他们 掠夺他们的果实 也一样不行 不惜一战 这七人中 有几位乃是八镜的超强存在 借助地心的力量 纵然是面对人黄巅峰的巨头 及人物都不会退却 自问能够一战 他们能感知到此刻自身的强大 但紫威地宫的公主 他们没有把握 他们猜测这位紫威星域的掌控之人 可以已经度过了第二重大道神节 这绝对是超级可怕的存在了 这种级别的人物 纵使借助地心之力 也没有把握能够胜他 因此 他们都沿阵以待 沐浴地心神灰的他们 身上都明乱出超强的力量 似乎都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掌控之地 夜福天看了一眼下方情况之后 便将目光一回 他望向星空中的变化 随后身形朝着一处方向飘去 阻止他 之前便是此人解开天书之秘 紫威地宫的朱强者当中有一道声音传出 顿时紫威地宫公主目光扫向夜福天 他抬起手中的拳杖 朝着苍穹夜福天所在的方向指去 开口道 停下 然而就在拳杖举起的那一刻 在一处方向 出现了一尊如同神明般的虚影 古老的天神手持天锤 这天锤无边巨大 直接朝着紫威地宫公主所在的方向轰去 苍穹自上而下 一道可怕的神光摧毁一切 直接横跨距离砸了下去 星空为之震荡 这股力量太过害人 然而紫威地宫的公主 依旧稳稳地矗立在那 他手中权杖举起 顿时在他身体周围出现了星辰光幕 仿佛有星辰护体 挡在他们周围区域 空天锤砸落而下 使得那星辰光幕出现了裂痕 但却没有破碎 可想而知其防御力有多恐怖 铁虾子自然也感知到了 这星辰的可怕防御力 星空中的修行之人 内心都生出剧烈的波澜 好强 他们自然察觉得到那道攻击有多恐怖 然而 却防御都破不了 度过两众大道神节的修行之人 实力会有多恐怖 周围星辰的大道领域 怕是几乎处于无敌的状态了吧 而且 那可怕的星辰光幕虽出现裂痕 却以极快的速度修复着 短暂的刹那便又完好如初 紫薇地公公主身形朝着上空飘去 顿时那绚丽的星辰光幕也随之一起往上 怕是挡不住 晶空中的修行之人心中暗道 他们又望向夜伏天所在的方向 只见他虚空踏步而行 竟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那七星汇聚的方位而去 也即是天书所在的位置 这一幕使得诸修行之人心脏也跳动着 竟有不少人也同样脚步踏出 直奔那一方位 他们相信夜伏天 第2236章大地意志 简然 在这片星空中 诸强者都认为夜伏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有机会继承紫薇大地的力量 毕竟 如今所发生的这一切 本就是夜伏天所创造的 因此在看到夜伏天脉步之时 其余各方的强者也都跟了上去 虽然之前所有人目标一致 想要探索出星空奥秘 找到紫薇大地的传承力量 但如今 星空奥秘有可能已经破解了 紫薇大地的传承或许也已经现世 他们自然不会再那么友好 若真有传承 必会争夺 许多道目光都盯着夜伏天 见夜伏天朝着七星汇聚的天书方向而去 其余强者都以最快的速度直奔那里 不过 夜伏天先行一步 他依旧会是最快的那一人 便见这时 一道可怕的黑暗神光直接破开虚空 星空中出现一只无边巨大的黑暗大手 直接朝着夜伏天的身体扣杀而去 想要阻止他往前而行 与此同时 其他方向也出现了好几道攻击 同时杀向夜伏天 想要阻止他率先到达 夜伏天对这片星空的感悟太强 他们担心他会直接找到紫薇大帝的传承 那样的话 他们便都晚了 当 弹雀见这时 一股铿枪琴音传出 充满了力量感 有无形的音律在星空中震荡 扫荡而过 甚至 这音波力量是自 苍穹之上地星洒落而下的那一束神光中绽放 扫向夜伏天身体周围 那些攻击他的力量 今可之间 一切都灰飞烟灭 所有的攻击都被摧毁 许多人朝着一处方向看了一眼 便见罗素沐浴在神光之下 美眸也望向他们 正是他出手将攻击向夜伏天的一切功法之术扫灭 快去 罗素开口说到 夜伏天点头 速度更快 也有人冰冷地扫向罗素 看来 这是在头淘宝里 之前夜伏天让他继承了一颗地星 得到一尊大地传承 如今 他对紫薇大地的传承力量也没有什么图谋 只要能够完整地继承一位大地的力量 他就已经满足了 这种做法无疑是聪明的 罗素纵然想要紫薇大地的传承 本身也怕是不可能了 而且 有了之前的联系 他和夜伏天之间会建立其友谊 若是能够助夜伏天获得紫薇大地的传承力量 那么对于他而言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坏事 将来 紫薇云外天 有可能会多一位超强的朋友 另一处方位 同样在爆发超强的大战 紫薇地宫的公主周身空间出现星辰光幕 犹如不灭的星辰领域 朝着高空而行 铁瞎子再次聚起攻击轰向他 依旧没有能够将之打破 只是阻挡了对方上升之势 拦下他们 铁瞎子开口说道 然而其余几位修行之人这一次却选择了旁观 无动于衷 夜伏天似乎在夺紫薇大地的传承力量 紫薇地宫的强者也都盯着他 正好吸引了紫薇地宫的注意 让紫薇地宫却夜伏天那边 如此一来 他们能够争取一些时间继续汲取传承的力量 罗素出手在帮夜伏天那边 这里出手的人 就只有铁瞎子以及故东流了 苍穹之上 一尊更加伟岸的身影出现 犹如盖石身影 苍穹出现异象 似一尊真正的天神手持神锤舞动 借地心神光又一次砸落而下 轰向那星辰体 此外 虚空中还出现了一幅绚丽的万妖图 仿佛是一座可怕的神镇 上面有着无穷妖神 地心神光洒落在上面 万妖同时朝着那边扑杀而去 紫威地公的公主眼神依旧默然 被阻止了这片刻时间 她已经极为不悦了 对方还想在她眼皮底下掠夺紫威大地的力量 手中权杖举起 朝天一指 星辰光幕不断变化 竟然幻化出其他形态 是剑形 犹如星辰之剑 翁 一道可怕的神光堪称惊世 星辰神剑吞吐出无与伦比的杀戮神光 直接穿过了星空 万妖被撕裂粉碎 故东流自身的修为毕竟还弱 即便借助地心的力量 依旧不可能挡得诸紫威地公的公主 这诸天神光和苍穹天神身影碰撞在一起 星辰力剑无坚不摧 竟使得神锤出现裂痕 随后崩面破碎 那道神光直接贯穿了天地一向 破碎一切存在 紫威地公公主的身影一步迈步 横跨虚空 朝着上空走去 铁瞎子借助地心的力量终于是有限的 而紫威地公的公主乃是真正的超级强者 纵然是神州大地上 能够和他相抗衡的人 怕是也找不出多少来 但就在他们争斗之时 叶福天已经来到了他要走的位置 七星汇聚之地 天书之上 只见无穷光束落在他身躯之上 刹那间仿佛洞穿了他的躯体 星空之上 无垠星光洒落而下 落在了他躯体之上 这一瞬间 叶福天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要被撕裂般 那是来自灵魂的撕裂感 终究还是被叶福天抢先一步到达了 苍穹之上 星光璀璨 神威降临 紫威大地的身影像是复苏了般 蕴藏着无欲伦比的天威 压得星空中的修行之人无故感觉到窒息 看到叶福天到达自己的位置 罗素便没有继续出手 之后 其他人也陆续到达 他们也没有再对叶福天下手了 毕竟人已经到了 再下手没有意义 当他们来到叶福天这片区域之时 顿时也同样沐浴着可怕的星辰神辉 许多人只感觉极为痛苦 有些难以承受 这是什么力量 似乎 第一个到来并没有什么优势 他们也一样可以来此 只是 到了之后呢 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紫威地宫的强者也到了 地宫公主抬头看了一眼苍穹 只感觉浑身一阵颤动 竟生出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感觉 因为修为足够强大 因此 她能够感知到的力量也更强 这一刻 她像是看到了紫威大帝归来 就在星空之上看着她 大帝 紫威地宫公主攻身下拜行礼 其余修行之人也都如此 神情肃穆 这是大帝意志复苏了吗 第2237章不可承受之力 浩墙的气息 紫威地宫的修行之人内心震荡着 这股天威 是大帝的气息 仿佛自远古而来 重现于世 苍穹之上 诸天星辰被点亮来 紫威大帝的身影显化 变得清晰夺目 甚至 仿佛能够看到她那双星辰 锁住的眼睛 翁 天威降下 无穷星辰光芒洒落而下 落在夜伏天他们所在的那片区域 顿时那片区域的修行之人感受到了至上天威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紫威大帝的身影在靠近那边 看到这一幕 纵是紫威地宫的强者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大帝显化 他们敢如何 过去 紫威地宫的公主开口说道 话音落下 便见到她的脚步也朝着夜伏天所在的那片区域迈步而去 步入了天书之上七星汇聚的那片空间 一瞬间 无与伦比的神威降临 落在他们身躯之上 顿时紫威地宫的强者也都感受到了真正的大帝至上威压 空 紫威地宫公主手中的权杖在地面上猛地颤动了下 纵然是她 也同样感受到了一股难以抵抗的压迫力 周身星光流转 身上披着的星空长袍咧作响 她抬头看天 便见大地的身影仿佛要随诸天星辰之光直接进入她身体之中 这满天星光直接洒落在她身躯之上 似要穿透而过 大帝在选择继承人吗 紫威地宫的公主感知到这股力量心中暗道 纵然以她的心境此刻内心也生出强烈的波澜 这次他们可能对了 让外世界的修行之人来到了紫威大帝的修道场 竟然真解开了大帝修行之秘 若真如她所猜测的一样 大帝在选择继承人的话 她身为紫威地宫的公主 掌管紫威心欲无数年岁月 这几成人当然只能是她 只见她眼瞳之中射出骇人星光 瞳孔之上似藏有诸天星辰 一头乌黑的长发如同利刃般 抬起头看向那尊地影 等待了无数年岁月 终于等到了大帝奥秘解开 她替紫威大帝守着这片心欲无数年岁月 终于能够继承她的力量了吗 那到永生无法逾越过去的坎 若是得到了紫威大帝的传承 应该就能够跨越过去了吧 就在这时 下空之地 只见一道道身影直冲云霄 都是顶尖的巨头级人物 赫然乃是元界进入紫威界的修行之人来了 他们强行闯入紫威宫 破开了重重阻碍来到了这里 便看到眼前这绚丽一幕 他们头顶之上 四大帝写话 紫威大帝的传承 解开了 那些巨头人物看到这一幕心头颤动了下 果然外界的异象昭示着什么 他们没有想到竟然真的解开了 这是谁做到的 而且 那里的七道星光中蕴藏的力量 似乎也极其强大 仿佛星空中有大地级别的气息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天狱书院以及四方村的修行之人一眼便看到了叶福天和铁瞎子 顾东流他们 内心都怦然跳动着 铁瞎子和顾东流 都在沐浴神光 叶福天 则在天书之上 地影之下 这一刻天狱书院同盟势力顶尖人物以及四方村老马都猜测到了一些 必然是叶福天帮助铁瞎子和顾东流沐浴地灰了 毕竟 那里一共也只有七人 在这浩瀚无垠的世界 诸顶尖人物来此 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们才对 他们一行人中 大概也只有叶福天有这样妖孽般的能力了 祝他们也夺得传承 罗素 这时 来自紫霄云外天的强者看到罗素正沐浴地灰 不由得露出一抹一色 虽然罗素天赋极高 实力也强 但如何从诸强者脱颖而出的 而且 那底星 似乎蕴藏超强的音律神力 是依靠他自己的音律上的造诣吗 诸强者 各自都生出了一些想法 不过很快他们的注意力便聚集在紫微地公公主他们所在的方位 诸多强者都聚集在那里 显然 他们在争夺最强的传承 有可能是紫微大帝的传承力量 在那一行人的上空之地 正是紫微大帝的威严身影 他们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神威 紫微大帝曾在这片星空中留下他的意志吗 这些人心中暗道一生 随后一道道身影朝上空之的迈步而行 如今也没时间去想那么多了 传承已现 当然要争夺 他们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怎么可能错过 那可是紫微大帝 古时代站在顶尖层次的大帝存在 他们如今的境界都已经是巨头级别 站在了临界点 大帝的传承 是有希望助他们再进一步的 而到了如今的境界 再进一步意味着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如今 一步一世界 只差几步 便能够站在最顶端了 这般机会 怎能错过 一时间 这些来自各方的巨头级人物 也都蜂拥着朝着那片区域而去 和其他强者一样 他们也都感受到了一股至上神威 而此时 他们并不知道已经降临的强者 正承受着怎样的痛处 无尽星光贯穿身躯 也贯穿了他们的神魂 他们仿佛陷入到一种大恐怖的虚幻世界中 在这大恐怖的世界 他们的身体和神魂仿佛都不再属于自己 而是被强行拉扯着 像是要成为这片星空的一部分 更可怕的是 在他们面前 出现了一尊神明般的身影 紫威大帝的身影 这尊神明正走向他们 朝着他们而来 那股力量 足以让人意志为之崩溃 啊 只听一道凄惨的声音传出 有一位强大的修行之人 竟然无法承受住那股力量 伴随着这凄惨的咆哮声 他的意志直接崩溃 神魂不受控制的崩面毁掉 随后肉身无力地朝着 下空坠落而去 竟然 在这星光之下 直接因为承受不起这股力量而隐灭 这 有靠近这片区域的人心脏剧烈的跳动着 竟然会隐落吗 这是什么传承力量 他们看到其他人也都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纵然是紫威地宫的顶级人物也是如此 像是承受着极其可怕的威压 是大地的力量吗 走 又在这时 只见有一位强者面露痛苦之色 强行脱离那片区域 离开了七星交汇之地 脱离那片区域之后只见他剧烈地喘息着 像是经历着超级恐怖的事情般 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 抬起头在看那片星空之时 他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任何的贪婪之意 只有恐惧以及深深的敬畏之意 这就是大地传承力量吗 哪有那么简单 纵然解开了星空的奥秘又能如何 紫威大地留下的传承力量 是轻易能够继承的吗 谁想要继承 恐怕都要做好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 果然 还是他们太自以为是 认为解开了星空的奥秘 找到紫威大地的传承便足够了 如今 他们终于感受到了紫威大地的力量 真正的神威 只一缕神威 便不是他们所能够承受得了的 抬起头看向那些修行之人 他心中不由得有些感慨 这些强者 谁 能够继承紫威大地的传承 怕是有不少人要命运于此吧 他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了其中一人 夜伏天所在之地 他解开星空奥秘 但最终 他也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这些紫威地公的人 势赛必得 第2238章大地叹息 越来越多的修行之人 因承受不起那股力量而崩溃 有少数意志不够的修行之人 直接意志崩溃 来不及逃命 陨于那片星光之中 部分人遭到重创 正拖出来 朝着旁边而去 和之前的修行之人一样 他们顶着那片星空一阵无言 看来 终究是他们多想了 紫威大地的传承 谁能够不心动 但不是谁 都有资格继承的 简然 他们还没有那种能力 他们都认为 这次 恐怕是为紫威地公做了嫁衣 毕竟紫威地公的公主 何等强横的人物 他也亲自到了 再加上他本就是紫威后人 一直掌管着这片星域 紫威大地的传承 自然也应该归属于他 紫威地公放他们进来 目的便是让他们来破解 这片星空奥秘 从而为他们做嫁衣 只见此时的紫威地公公主 双手张开 右手依旧握着拳杖 黑发狂舞 衣衫烈烈 他闭上眼睛 承受着那股天威 仿佛进入忘我之境 拥抱这一切 好强 那些被这下去的修行之人 看到这一幕心中感慨 他们根本承受不起那股力量 但紫威地公的公主 却主动去拥抱这一切 任由星光入体 继承天威 他们不由得感慨 一切 仿佛都在紫威地公的算计之中 而这时叶福天也同样承受着那股恐怖力量 他只感觉自己的一切都已经不属于自己 神魂进入星空之中 被割裂成无数碎片 融入到漫天星辰之中 他有种感觉 只要稍有不慎 他承受不起这股力量的话 便会一致破碎 神魂崩面而亡 体内 最强的力量绽放而出 世界古术仿佛化作了无形的枝叶 融入到神魂之中 使之疯狂生长 无论神魂飘向何处 都有古术相连 他的根 依旧还在 在叶福天命宫之中 那里仿佛也坐着一道叶福天的身影 稳稳地扎根在那 而在命宫中的世界 仿佛出现了无数叶福天的身影 分散于不同的位置 但紧接被世界古术牵引着 还能坚持下去 叶福天心中暗道 他此刻也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但依旧死死地支撑着 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一手解开了星空的奥秘 无论如何 都不能图为他人做嫁衣 他感觉 只要拿下紫微大地的传承 他有可能能够掌控这片星空 而且如今的局面对他而言实则非常危险 他之前的表现太过耀眼了 虽然所有人都齐心协力 没有对他如何 甚至希望他能够破解地心 以及星空奥秘 然而那时之前 一旦事情结束之后 恐怕便是另一种局面了 他会遭到清算 地心力量的传承 他还掌控着 其他势力会放过他 恐怕这里的诸多顶尖势力之人 都会想要让他帮忙沟通地心力量 那时会出现很多情况 他有可能成为所有人的目标 重视之地 因而 从某种意义而言 他如今已经非常被动了 虽然拿下大地传承 他有可能同样面临巨大的威胁 然而 却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大地的意志仿佛还在 并且执掌着这片星空世界 如若能够得到借助他的力量 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如今 也只能搏一回了 讲到这 夜福天彻底放开了自我 任由自己的神魂飘入星空之中 他的世界彻底的变了 他没有了躯体 没有了神魂 他就像是在星空世界中 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他感觉自己也在融入那片星空 可以看到下方的一切 那一幕幕画面 竟是如此的清晰 这种感觉 夜福天从未有过 一股惊人的天威降临 使得处在望我之境状态中的 夜福天都为之颤立 他仿佛看到紫微大地 不像是之前那样看到 而是面对面的看到 就像是 紫微大地无边伟岸的身影 就在他眼前 两人在星空相望 正对面 紫微大地的意志 真的存在于这片星空世界 不曾毁灭吗 借无垠星空而存在 永存于此 在这时 紫微地公的公主身体 都轻微地颤动着 纵然强大如他 也仿佛承受着 无与伦比的压力 如今 还能够站在那片空间的 修行之人已经不多了 各个都是顶尖的风云人物 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旁边 和下面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大地 只见紫微地公的公主 仿佛看到了什么 他口中竟发出一道肃慕的声音 无比的恭敬 仿佛 他看到了大地 请大地将力量赐予我吧 紫微地公公主的声音中 带着几分恳求之意 依然肃慕而恭敬 这让许多人内心颤动着 紫微地公的公主 已经感知到了大地的存在 此刻 她是在和紫微大地对话吗 若是如此 未免太过惊人了些 果然最终的一切 还是紫微地公的 紫微地公让他们来到这片星空中 最后紫微地公自己才是终极赢家 紫微地公的公主 仿佛见紫微大地目光正在望向她 然而 眼神中却带着几分漠然之意 似乎并没有选择她的意思 这让她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再次恭敬喊道 大地 然而 紫微大地依旧没有理会她 而在叶福天的感知世界中 紫微大地的身影正在朝着她靠近而来 一直凝视着她的身影 这一刻 叶福天只感觉紫微大地 仿佛是真实的存在 她从未陨落过一样 是因为星光被点亮 才让大地的意志复苏了吗 最后 叶福天竟听闻到了一声叹息之音 仿佛是来自大地的叹息 这让叶福天极为震惊 大地在叹息什么 不仅仅是叶福天 整片星空世界的修行之人 都听闻到了一声叹息 这是 无数人瞳孔收缩 内心剧烈地颤动着 这是谁发出的叹息 是大地的叹息吗 大地 他还在 简单的一道声音 对于诸修行之人 却有着极其强烈的冲击力 仿佛让他们感知到了 紫微大地的存在 同样 这一声叹息却让地公公主 内心剧烈地颤动了下 大地为何要叹息 这一刻 他仿佛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隐隐感觉 大地没有选择他的意思 此时的叶福天承受的压力越发恐怖 仿佛要被彻底地撕裂摧毁 但他依旧以强大的意志支撑着 他感觉大地正在看着他 或许 有机会选择他 紫微大地在星空中留下难以破解的奥秘 但最终并非有解开奥秘之人获得传承 也并非是靠争夺 而是紫微大地他自己来选择 他的意志长存于世 不曾腐朽 融入星空世界 当星空点亮 意志复苏 他自己会选择自己想要找的传人 这样的布局 让他颇为心惊 一切都是宿命轮回 一道古老的声音传入叶福天的脑海之中 依旧带着几分叹息之音 下一刻 叶福天便感受到一股志强的威压和他相容 他只感觉神魂要崩灭般 无比的痛苦 星光流转 叶福天在那无边痛苦之中感觉一时正在涣散 渐渐的 一时在变模糊 这一瞬间 叶福天只感觉自己化作了星空的一部分 没有了自我 甚至仿佛要陷入到沉睡之中 星光无影 叶福天只感觉自己便是这片星空本身 第2239章不甘 浩瀚星空 在这一刻无比的耀眼夺目 绚丽到极致的星光洒落 笼罩星空世界 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绚丽 在叶福天所在的那片区域 忽然间诞生一股无形的天威 直接将诸修行之人扫荡出去 顷刻间便只有叶福天一人还在那里 然而却像是没有了自我意识般 无力地漂浮在星空中 沐浴着无尽的星光 还有神圣的地威 与此同时 七道神会依旧贯穿着天地 对于那七人并未产生影响 他们之前也一直没有放弃传承去叶福天那边争夺什么 这本身就是不明智的行为 放弃已经得到的地级传承力量 去争夺未知的 要知道那里可不是只有之前来星空中的修行之人 还有紫微地宫的诸强者 以及外界而来的强大人物 他们自然明白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些被震下去的强者反应过来都愣了下 随后看向漂浮在星空中的叶福天身影 这是紫微大帝做出了选择吗 所有人都被震了下去 在那里天威可怕强如紫微地宫的公主也和其他人一样的结局 不紫微地宫的公主看到这一幕难以接受 自踏入这片星空 她的神色始终平静如常 毫无一丝波澜 带着绝对的自信 她执掌紫微心欲无数年岁月 她便是紫微大帝的代言人 来到这片星空 紫微大帝的传承 当然是属于她的 这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根本不会有意外 然而眼前的这一幕 算是什么 紫微大帝的传承 对其他人得到 大帝的意志 选择了其他人 没有选择她这紫微心欲的执掌者 为什么会这样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叶福天 不过是个外人 从其他世界而来的修行之人 并非是紫微心欲之人 大帝为何要选择她 她不懂 紫微地宫的修行之人都不懂 他们脸上都写满了失落之意 实际上 他们也带有一丝奢望的 希望大帝选择的人会是他们 毕竟他们也同样是紫微地宫的超凡人物 自然也有一丝机会 但没有 大帝谁都没有选择 他们紫微地宫 仿佛成了外人 这一切是为何 他们不明白 纵然他们还不够强 紫微地宫的公主呢 她守护着紫微心欲 大帝不应该选择她 继续执掌这片心欲了 这里曾经是紫微大帝的世界 之前大帝那一生叹息 是何用意 没有人知道原因 只看到了眼前的结果 紫微大帝 她选择了夜福天 没有人比紫微地宫的公主 以及地宫修行之人更清楚 这的确是紫微大帝自己的选择 只有紫微心欲的掌控失利明白 紫微大帝的一直真真实实的一直存在于这片星空 没有幻灭消散 今日紫微大帝做出了她的选择 让一位外界而来的修行之人 一位人黄六镜的白发青年 继承了她的意志 紫微地宫的人不理解 然而天欲书院的修行之人 内心却极为惊喜 果然纵然是在这片星空中 在神州黑暗世界 以及空神界的朱顶尖人物之中 甚至包括紫微地宫的强者在 她依旧脱颖而出 成为了最终的赢家 得到了大帝的认可 仿佛 她便是奇迹之子 无论和谁竞争 都不曾输过 此方村的修行之人 何尝不是感慨万千 难怪先生戴叶福天与众不同了 看来 先生的眼光果然不需要怀疑 紫微大帝也选择了叶福天 这位天纵奇才 上清狱的人类心也同样惊叹 感慨 也有嫉妒 当年在上清狱争夺神甲大帝的神师 叶福天便与众不同 是唯一感悟神师之人 如今 又成为了唯一 仿佛 她生来便是如此耀眼 如若说神师只是一个偶然 那么紫微大帝的选择呢 也是一个偶然吗 哪有那么多的偶然 这一切 必然是因为叶福天本身 有着超凡之处 甚至可以说是金石之天赋 否则 又怎么可能在这片星空中 成为最终脱颖而出的那一人 纵是紫微地宫公主 依旧败给了她 东华与宁华等人 也一样心情复杂 当然 内心最为挣扎的 应该是原界的那些本土势力 叶福天的那些仇敌 原界动乱 外界强者到来 他们虽已经听说了叶福天在神州的一些事迹 但毕竟也只是听说 叶福天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存在 而如今 他继承紫微大帝的意志 这意味着什么 若是再由着叶福天成长下去 对于他们而言 可谓是灭顶之灾了 毋庸置疑 叶福天的未来 将会成为绝代人物 站在最顶端的强者之一 他们如何抗衡 叶福天若有足够强的实力 必然会对他们进行一次大清洗 这一点 没有人会怀疑 神族强者 黄金神国的强者 天神书院的院长等人 他们内心都极为复杂 看来 必须要除掉叶福天了 绝不能再让他继续成长下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望向一处方向 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只见这时 星光依旧璀 叶福天的身体却朝着星空中飘去 速度极快 像是受到了神光的牵引 扶摇而上 嗡 就在这时 人群只感觉到出现一股惊人的气息 使得诸修行之人心脏跳动了下 谁要出手 在大地传承之时出手吗 当看到出手之人的那一刻 许多人心脏颤动 竟然是 紫微帝宫的公主 纵使帝宫的强者看到 这一幕也都露出了痴惊的神色 看着他们的公主朝夜 扶天出手 紫微大帝 乃是紫微星律的神 是这片世界的主宰人物 虽然他没有选择 紫微帝宫的修行之人 但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 紫微帝宫都应该接受才对 毕竟 他们本身就是秉承着 紫微大帝的意志 掌控着紫微星律 如今 紫微大帝的意志选择夜扶天 他们当然也一样 要遵从紫微大帝的意志形式 甚至让夜扶天入帝宫 但紫微帝宫的公主没有 在这一刻 他竟然选择了对夜扶天下手 老马等强者脸色都变了 如紫微帝宫公主这样的人物 心境也遭到了破坏吗 诸人自然猜测到了原因 本应当秉承紫微大帝意志的他 却因为紫微大帝没有选择他而选择了夜扶天 心境动摇了 或许在他看来 紫微大帝的传承就应该是属于他的 紫微帝宫公主的确是如此认为的 多少年岁月 他活了无数年岁月 一直为紫微大帝守着这片紫微星域 他已经修行到了至强境界 人间之巅 只差最后一步 便是神 但这一步 他跨不过去 所有的希望 都在紫微大帝的传承身上 这次恰好外界之人到来 仿佛是天助他 星空之密解开了 他以为 他终于要朝着那最后一步迈进了 这一步对他而言的意义是其他境界之人所无法想象的 他自己怕是永生都无法跨过去了 只有紫微大帝能够助他 跨过去 他就是神 矗立于世间之巅 在这种时候 迈向最后一步的机会 紫微大帝却没有赐予他 可想而知他的心境是怎样的 不甘 愤怒 甚至还有嫉妒 他的心态彻底的变了 大帝欺骗了他 他秉承大帝的意志 守护这片心域无数年岁月 为何最后不选择他 苍穹之上 出现星辰神剑 直接横跨虚空 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 甚至来不及阻止 那星辰神剑直接横跨虚空 在苍穹之上发出轰鸣的剧烈声响 直接朝着叶福天所在的方向诛杀而去 预展叶福天 念他得到传承的机会 大帝附了他 那么 休怪他狠辣 从此以后 不再信奉紫微 他要毁灭 老马等人心脏跳动着 极其紧张 只见那可怕的星辰神剑 贯穿虚空杀入星光之中 杀向叶福天 但此刻 在那自苍穹洒落而下的星辰光束之中 蕴藏着一股不可抗衡的神圣天威 星辰神剑进入之后 就像是只遇到了伙伴 一点点的画作碎片 灰飞烟灭 随后消散 根本没有碰到叶福天 看到这一幕天狱书院 以及四方村的修行之人 放心下来 而此微地公公主的神色极为难看 大帝 这是早已布局好了一切吗 但他依旧不明白 为何选择的人会是叶福天 那位白发青年 有何特别 更何况 纵然他得到了传承又能如何 这里多少强大人物 仅仅凭借他一位人黄六镜的修行之人 能够活命吗 即便在这片星空世界能够保住他 但出去之后呢 谁能保他 看着那飘向星空中的身影 诸人心中胆慨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了 地公公主出手都没有用 更谎论他们了 对于这一切 叶福天甚至并不知晓 他依旧沉浸在之前的那股意境之中 他的身体神魂都已经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这片星空世界 他仿佛在和紫微大地一样 和这片星空融为一体 第2240章苏醒 星空中 时间像是静止了般 一切都归于平静 在这宁静的星空中 诸人望向叶福天的身影 被大地意志照顾着 根本没有人能够动得了他了 诸修行之人 只能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看着叶福天继承紫微大地的意志 紫微地公公主身上 依旧涌现出可怕的力量 心有不甘 那双望向叶福天的眼瞳 充满了可怕杀念 看着那片星空 也带着强大的怨气 他无法忍受这一切 为何紫微大地 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公主 只见紫微地公一行修行之人 来到他身旁 其中一位老者低声道 公主 大地这么做 想必有其用意 既然大地做出了选择 我们便尊重吧 这老者也是紫微地公的老人 跟随了地公公主 无数年修行岁月 否则也不敢在这种时候 说出这样的话语 正因为关系亲近 才敢相劝 只见紫微地公公主 目光缓缓转过 望向她的眼神 带着几分冰冷之意 看到她的眼神 老人心脏跳动了下 她自然能够感受到这眼神中的强大怨念 她没想到大地意志的选择 对公主的冲击竟然是如此之大 已经彻底改变了她的心境 这仿佛已经不再是她所认识的紫微地公的公主了 或许是因为信仰的崩塌吧 信奉了无数年的紫微大帝 而今紫微地公公主只感觉遭到了背叛 信仰崩塌 彻底改变了心境 这种颠覆性的改变 足以让这种顶级人物心境失衡 公主 其他人纷纷出声喊道 相比于紫微地公公主而言 他们相对来说还好 没有那么执着 而且对于大地传承虽然抱有一丝奢望 但那也只是奢望而已 并不认为能够照进现实 看到公主的变化 他们自然想要圈一生 这终究是大地的意志 而他们紫微地公 实则是大地意志的代言人 都闭嘴 紫微地公公主冰冷的目光扫了诸人一眼 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她的巨大变化 一时间诸强者进入寒蝉 只听紫微地公公主望向苍穹道 若你们还认我这公主 等到这一切结束之后 立即诛杀此人 夺其传承 这本该属于我们紫微心欲 属于紫微地公 而不是一个外人 诸人听到她的话心头跳动着 看来执念已深 不可能改变得了了 没有人再开口相劝 一切自有定数 不过 既然大地已经做好了安排 公主想要诛杀叶福天 怕是没那么简单 大地的意志不知是否还在 如若大地意志在 公主所为 甚至有可能触怒大地 周围外界而来的修行之人 看到紫微地公一行强者那边 心中也胆慨 也难怪这紫微地公公主心境失衡了 修行到她的境界 有可能永生不前 但进一步 越是登陵绝颠 紫微大地的传承 是她最后的希望 但大地却没有选择她这代言人 而是选择了叶福天 无论换作是谁怕是心境都承受不了 其余诸势力的强者也都感慨 那可是紫微大地的传承 如今这算是有了归属吗 从神州等顶尖势力而来的强者 没有人会想到有这么一个人 横空出世 夺大地的传承 当然 解开大地奥秘的人也是她 仿佛一切也本该如此 理所当然 我们走 只见一处方向 神族的强者开口说道 似乎准备离开 从虚界而来的不少势力 都心中暗暗叹息 心中生出一个念头 若也福天得到大地传承 结局有两个 一种是她被诛杀 传承被掠夺 但即便如此 也轮不到他们 还有一种结局 大地留下了布局 顾叶福天 诛杀掠夺者 若是后者的话 他们在这里 也并不那么安全 若叶福天真得大地的力量 有可能直接在这里对付他们 对于他们而言 留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走吧 有人回应一声 顿时 不少强者纷纷迈不离去 离开这片星空世界 远离纷争 以后找到机会 再对付叶福天吧 如今 他们都生出一股急迫感 叶福天真不能再留了 对于他们的威胁太大 很快 不少人离开 而另一处方向 正在受地星旗里的 七位修行之人 也都露出走出 停止了继续感悟修行 望向星空中的身影 叶福天就像是陷入了沉睡般 也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 罗素 在一处方向 紫霄云外天的强者在这里 有一位中年喊了一声 罗素回应道 父亲 怎么回事 罗素的父亲乃是云外天的罗天尊 修为惊人 擅长神曲 之前感悟地心 多亏了叶黄相助 才能够传承其中一颗地心的力量 这颗地心 叶黄是第一个感知到的 能够自己继承 罗素解释了一声 罗天尊倒是露出一抹意外的神色 朝着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看了一眼 倒没想到 这位继承大地力量的白发青年 竟然还帮助了他女儿罗素 看来如果他真遇到什么危险 能帮的话要帮一下他了 不少人听到他们的对话望向他们这里 都略微有些诧异 其中包括太华天尊 太华天尊是清楚地感知到了那颗地心 蕴藏什么力量的音律 他女儿太华仙子 同样在音律上有着惊人的造诣 天赋卓绝 而且 要说认识 他女儿曾和叶福天在东华宴交手过 为何叶福天却宁愿帮助罗素 都没有帮他女儿 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太华仙子似乎明白父亲太华天尊眼神中的含义 他微微低头 心中叹息 叶福天本意是想要帮他的 只不过被他拒绝了而已 只能看着罗素继承地心传承 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机遇 他传音和父亲交流了下 太华天尊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回应道 过去了便不要多想了 恩 太华仙子点头 此时的太华天尊心中也在思考 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叶福天 从某种意义而言 叶福天的天赋潜力在明华之上 若是能够不死 将来成就必然惊人 但叶福天却已经和东华玉玉竹府结仇 而如今 玉竹府似乎有意希望明华和他女儿走到一起 因而对于他而言 这事似乎有些复杂 他需要做出一种选择 朱强者都在安静地等待着 似乎过了许久 苍穹之上 只见叶福天目光缓缓睁开 身体悬浮而起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进阶看向那道身影 只见叶福天整个人仿佛发生了蜕变般 在他的眉心之处 似有一缕神圣的光 整个人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灰 这带时之姿 犹如少年大帝